一个我们叫做加速舞蹈 它里面会有快有慢 所以我们要跟着音乐的节拍来 谁跳不下去了 谁就输了 然后我们要老师来做个示范 好吧 老师 这马萨老师的方式跳吗 四 五 三 三 三 一 二 二 三 还有啊 好了 学完了吗 我输了 来 三 二 我怎么这么好看 我怎么这么好看 怎么这么好看 怎么这么好看 这是最好的 经许的 同 participate 哎哩 我令人 我令人 什么感觉 好累 找不到声音谁说 非常好 我唇杆都掉了 刚刚看韩根的背影 我觉得好感动 他跟到最后 我特别感动好有流泪 你知道吗 我的妈呀 有名字吗 别别别 我已经输了三次了 我的脚会有点尊严 我感觉算在拼 你知道吗 你的背后换了我才行 拼一字 好累 老师的评判是这样的 大家都很好 刚才出过一点小错误的 失误比较明显的是千玺 所以这一轮千玺将接受惩罚 必须遇到我 不行不行 该你了 只有吴敬豪没有惩罚 对 他没有惩罚 有 他有奖励没有惩罚 你没有 我只有 我得到这个 奖励跟惩罚不一样的吧 好会 好会 太壮了吧 接下来 让我们先有请四位队长来到现场 真是地铁 我必须要保住我团队的每一个人 因为他相信我来到我们街道 那我肯定要是选我们街道晋级的所有人 其实我每一个不同的五种都有个头 就是我已经配好的一个人 只是在找他的他呢 心里非常 非常非常非常渴望他们都喜欢我 当然我很没底 担心多多少少也会有 因为我没有太多的经验 当然我希望是肯定一定要是最好的 我想要的都要拿到 欢迎四位队长 首先根据你话我猜胜负的结果 失败者的惩罚是 你们需要把你们各自的一条腿绑在一起 同时前进 胜利者的奖励是 把你们的两条胳膊绑在一起 同时前进 这并不是 他们也是逞房 对 逞房 好上榜 就是没有任何好处 有什么好处呢 你能不能不要疤子脚 我现在脚也走 我靠不好吗 好难 你对此这样 我让你靠的 好像 我让你可爱一点不行 你这样很可爱 你知道 你这样很可爱 好 四位队长已经捆到完毕 接下来我宣布 第一轮开放的四个房间 分别是 8号房间 3 14号房间 马晓龙 45号房间 王润 6号房间 木桐 计时 开始 走 我跟你讲 我刚刚我讲你我脱脚一样的 准备一二三走 哎 很好这个哎是步伐对不对 魔鬼的步伐啊 摩擦摩擦摩擦 一三摩擦 摩擦 是魔鬼的步伐啊 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往你们房间走了啊 各位兄弟姐妹忙 好 你们决定好了没 啊 走前说我的步伐 拍着就在你 好刺激啊 两个一起 他应该去三人那边 感觉是你一个人不是我 哎哎三人车到了车到 哎 哎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那我就先 那你先坐你先站着吧啊 我先站我坐着 啊不是 不是 我们换一个位 你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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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坐你坐 我跟他根本就没什么好聊了 啊 对不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部分 部分就是我们已经结盟了 我跟他已经结盟了 就像你跟木头是一样道理 对对不对 但是我虽然跟他是结盟了 但是我必须要送你一个 上一集是香蕉 摩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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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苹果的含义是什么 不知道 我们要一起拼 一起 过 过 苹果 我小时候放进好多鱼啊 我感觉我真的 我一直在跟着我 是不是 你爱我吗 嗯 爱 我也爱你 你爱你 但是这样到底要来一个 来 来 但是这样到底要来一个 啊 哎 哎 那我 我走了 你爱完之后我该走了 我们要走了 我们要走了 快一点 加油 记得啊 加油 修路队 修路队 过 走 真的吗 我再看吗 真的 等等 一 走 走 回头 接下来就在哪 六 隔壁房 六 隔壁房 嗨 嗨 嗨 我应该怎么面对你们 但是是两个人呢 没关系 我们很团结 对 对 所以 觉得 你很厉害 希望你 愿意来 嗯 对 我 我其实想说我很喜 不对 我很爱你 如果我没有结婚 我可能会选择嫁给你 你再跟我结婚了 对 我只是很欣赏他 觉得他很帅 然后就只是想很直白地告诉他 我真的是很喜欢他 然后 但是前提我结婚了 所以如果没有结婚的话 但他喜不喜我还是一回事呢 哈哈哈 我 我知道您是 杰斯里面的大姐大 啊 然后 没有 然后 我还很年轻呢 然后跳得非常好 但你确定你的团队是需要我的吗 好 我 让给我 我说想跟润姐说你去无限好那吧 你在他那可能会 有更好的位置 有更好的发挥 但是润姐在里面问我 你觉得我怎么样 然后我就 就不好意思开这个口了 谢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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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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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想争取您 是吗 我特别想 特别想要您 我的毛巾呢 是这样 这一轮呢 还有一个人 叫马晓龙 嗯 所以我先把毛巾呢 变成马晓龙 因为咱们很确定 嗯 对 剩下的毛巾我还是留给你 请 你放心 感谢你 行 好吧 我留给 你稍微等我一下 好 没问题 你可以再说一次 上次你对凯根说的那句话吗 你要当他的毛巾 我要当他的保护口 好